高雄古山区的一栋大楼金船命案 有一名男性死者被发现在屋子里头的衣柜 而且已经丧命了 根据了解他的头部有伤口 疑似身体还被对折之后 塞进袋子再放进衣柜 还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可能已经有两天了 直到今天下午才被发现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一名嫌犯是他的同住人 初步了解他跟死者疑似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双方之间似乎有着债务纠纷 高雄古山区美树东6街 一次住家大楼聚集大批园警 监制人员进行采集搜证 因为稍早前传出命案 命案发生地点的屋主是他 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全程低头不发一语 在警方陪同下回到家中调查 事情发生在6号下午3点多大楼3楼屋内 现场发现一名男子疑似在家里 被人拿铁棒打死 脱部有伤口 而且传出尸体被对折后 塞进袋子在藏进衣柜行进凶残 死亡时间出判已经有两天 接过民众报案 这边的住户有人死亡 那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是一名男性的死者 目前身份待确认 那警方现场访查之后 代为一名同住人 现在在分局了解当中 那全案呢 因为现场还在採政封锁当中 我后续会持续来做追查 警方目前逮捕一名22岁陈姓嫌犯 是屋主的儿子 他和死者疑似朋友 究竟是否为动手的凶险 以及又无其他共犯 发现动机为何 目前都还有在检济 进一步调查雷青 接着综合报道